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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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跟大家解说的是 三法印如何成为一时相印 它跟三个法有关系 第一个是缘起 第二个是空 第三个是无我 如果以三法印来说 诸法无我 诸法因为通有为法的生灭 通无为法的不生不灭 所以诸法无我 它可以贯色三法印 那这三个法的内容 都有它的一个共通性 所以我们这边 会跟大家解说 缘起开显三法印 空灌色三法印 诸法无我 统一了常跟无常 无常就是诸形无常 常是涅槃极境 那缘起法呢 在佛典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 那我们说 三法印是三个真理 它跟缘起呢 是相通的 三个都是在说明缘起 刚才提到了 诸形无常 是在说明缘起的生灭相续 诸法无我呢 是缘起的因缘和合 涅槃极境是缘起的本性空气 所以缘起说明了无常 说明了无我 说明了涅槃 缘起的内容 含瓜的范围很广 缘起是无常的 缘起是无我的 缘起是本性空气的 缘起是生灭的 缘起是生住意灭的 缘起是无自信的 缘起是什么呢 极空极甲极中 因缘所生法 我说极是空 意为是甲民 意是重道义 缘起的极空极甲极中 所以缘起跟空 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就是缘起 我说极是空 缘起跟空 它也是串联起来的 所以 法法相通 不相妨碍 但是呢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能次第的学习 没有办法像立根者 极三而一的观察 那三法印呢 那三法印呢 是三个真理 它是可以实践的 那我们从缘起来看呢 缘起刚才提到说 它开显了三法印 佛也是觉悟 创觉缘起而成佛 那我们看缘起跟三法印 之间的关系 从缘起的生灭 因为缘起法是生灭的 我们在 世间的有为 有为法当中 它是生灭的 所以生灭呢 它是无常的 那它从缘起的 生灭的非常上面呢 显示什么呢 显示了刹那刹那 生灭的诸形无常 这是在说明什么呢 缘起的生灭 这是第一个 从缘起 我们可以看到 诸形无常的缘起生灭 第二个 从缘起的和和 我们说 法的生灭是 众因缘合合 有没有单一法 可以独自生灭呢 没有 我们说在法空当中 我们要观四门不生 不自生 不他生 不共生 不无因缘生 它是众因缘合合的 才能够生灭 所以 在众因缘合合的 非一上 没有一个法是单一 可以存在的 开显了什么呢 开显了 在缘起法当中 众缘无实 它没有一个实在性的 诸法无我 它是没有独存性的 世间没有独存性的法 世间没有不变性的法 那 开释了众缘无实的 诸法无我 这个是在说明什么呢 缘起是什么 有我还是无我 缘起是无我的 所以呢 我们说缘起是生灭的 缘起是无我的 缘起无我呢 就是这边的诸法无我 我们再从缘起 缘起法上去看 从缘起的非有不生 缘起是 有还是非有呢 它是非有 它是非有不生 的极灭上面 它是因缘合合而生 因缘合合而灭 那说明了无为空极的 极灭涅槃 那这是我们从 一一法上面 从 这个无常性当中呢 我们去观察到 它的一个极灭性 大家注意到一点 我们说诸行无常 无常是生灭还是极灭 它是生灭吧 那诸行无常 它是生灭的 我们从诸行无常 可以有两个意义 从浅的来看 浅意 事项上 它是生灭相续的 所以无常生灭 但是无常 以灭的含义也相通 生灭 第一个 第二个是灭 所以我们说无常生灭 也可以说是无常灭 从生意来讲 它的本性是空极的 所以我们说 佛在说无常的时候 佛在说无常的时候 它在说什么呢 一切法归于灭 刚才是生灭 生必然归于灭 所以 无常是生灭的 无常归于灭 简单来讲 有三个层次 中归于无常 一切法中归于无常 有违法 第二个中归于灭 第三个中归于空 中归于无常 中归于灭 中归于空 三个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呢 我们在无常当中 可以看到它的生灭 可以看到它的极灭 可以看到它的毕竟空性 好 所以呢 这一些都是从缘起法当中 我们看到缘起的生灭 缘起的无我 缘起的极灭 所以缘起它开显了三法印 从缘起当中呢 可以串为这三者 那第二个呢 我们看从空 这是三个不同的法相 但是呢 其实呢 刚才提到说 缘起无我 缘起有必尽空 空无我 其实它 法法相色 我们先别开看 然后再统合 把它结合在一起 空灭射了三法印 缘起开显了三法印 它怎么贯涉三法印呢 我们如果说 从否定来讲 空从否定来讲 它否定了什么呢 它说 世间没有不变性的事物 世间没有独存性的事物 世间没有实有性的事物 因为世间皆是无常变化 诸形无常 世间事物皆是因缘假合 这是什么呢 诸法无我 世间事物没有实在性 这是什么呢 涅槃激进 也就是说 我们从空来看呢 空是空什么呢 空一切诸形 空世间 一切诸法必尽空 那 世间没有不变性 世间都是无常的 都是诸形无常的 所以呢 世间既然是无常 它的常性可不可得 不可得 既然不可得 不可得就叫做有还是空 世间的这些事物是不可得的 可得是有 不可得就叫做空 它否定空否定的这个不变性 因为世间是这个生灭变化的 第二个呢 空灌色的什么呢 灌色的诸法无我 世间没有独存性 我们说 这个世间的法呢 它都是因缘和合的 竖观 横观 直观 世间没有独存性 世间的事物都是因缘甲合 我们的五韵也是因缘甲合 我们的眷属也是什么 因缘甲合 这一些因缘的甲合是无我的 所以呢 我们说 我性不可得 那我性不可得 既然是不可得 不可得是有还是空呢 不可得是空 它否定了独存性 独存性就是单一可以存在的 世间没有单一可以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法 世间没有单一存在 所以我们是众因缘和合 诸法是什么呢 无我的 没有一个死我 没有一个真我 没有一个藏我的存在 好 世间没有实有性 如果实有的话呢 它就不改变了 世间失物没有实有性 没有实有 所以呢 有没有实有的生灭性呢 有没有实在的生 实在的灭 没有 生灭性 其实它也是不可得的 不可得就叫做什么呢 空 它否定了实在性 诸行无常诸法物 我涅槃极尽 常性不可得 我性不可得 生灭性不可得 不可得叫做什么呢 空 所以空呢 灌射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涅槃极尽 我们前面提到说 我们在 菩萨在修六度波罗蜜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波罗波罗蜜 波罗色导万行 这个万行庄严波罗 什么是波罗波罗蜜呢 波罗呢就是知道三种真理 因为真理只有三种嘛 波罗波罗蜜知道三种真理 知道哪三种真理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涅槃极尽的这三种真理 那刚才提到了 在这三种真理当中 诸行无常呢 常性不可得是空 在诸法无我当中呢 世间事物既是 皆是因缘的甲合 我性也是怎么样 不可得 我性不可得也是什么呢 空 那世间事物也没有实在性 生灭性可不可得呢 生灭性也不可得 不可得就是空 极空的涅槃极尽 所以波罗波罗蜜的 这样的一个圣身智慧 他体悟的是三个真理 这三个真理是什么呢 极空的诸行无常 极空的诸法无我 极空的涅槃极尽 所以这三法印呢 都跟哪一个法相连结在一起 空 一切诸法必尽空 不是一切诸法必尽有 凡夫呢 一切诸法必尽有 所以众生有烦恼 他没有办法跟空相应 那空呢 他是一个空性的智慧 他可以断除烦恼 波罗波罗蜜知道这三种真理 这三种真理呢 是极空的诸行无常的真理 极空的诸法无我的真理 极空的涅槃极尽的真理 这个真理呢 这个真理 诸行无常是真理 他是本来如此的 诸法无我也是本来如此的 涅槃极尽也是本来如此的 极空的诸行无常也是本来如此的 真理必定是本来如此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他本来就是诸行无常 他本来就是诸法无我的 请问大家我们要挑战真理吗 我们要挑战诸行无常吗 我们要挑战生老病死吗 我们要挑战生住易灭吗 我们要挑战诸法无我吗 其实真理是什么呢 本来如此的 我们要去挑战本来如此的东西 真理他必定是什么呢 必然如此 他诸行无常必定如此 诸法无我也必定如此的 真理必定是普遍如此的 普遍如此 他不会说在A是这样 在B就不是 他普遍是如此的 他骗一切的人事物 真理不分古今中外 大智宇宙小智为成 都是如此 世间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乃至于涅槃极境 都是如此的 所以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本来如此 必然如此 普遍如此 都是如此 我再把它加上一个 一定如此 这三个真理 本来如此 必然如此 普遍如此 都是如此 一定如此 这是我们提到了 极空的三法印 也就是说空灌色的三法印 缘起灌色的三法印 那我们接下来看缘起无我 灌色三法印 接下来我们就讲无我了 那我们说在佛典里面提到说 生灭无常 他是无常 无有常性 所以他是空 我们说无我呢 也是在说明空 所以生灭无常 即是空无我 诸行无常 是空 空无我 那空也是在说明 不生不灭的涅槃 空无我 即是 不生不灭 生灭无常 生灭无常 即是空无我 空可以贯色 生灭 空可以贯色 这个生灭 跟不生不灭 那 无常 无常 不苦 苦 顾 无我 无我呢 是空无我 所以无我呢 他可以贯两边 一切诸法呢 这个无我通两边 无我有为法是无我的 所以生灭无常 是无我的 那无为法是有我 还是无我 无为法的 即灭涅槃 也是无我的 所以空无我 即是不生不灭的涅槃 他也是空无我 生灭是空无我 不生不灭 也是空无我 所以缘起无我呢 这个无我 这个无我 灌色了 三法印 他灌色了什么呢 灌色了生灭 还有什么呢 不生不灭 那也可以说 缘起法的本性 他的本性是空的 缘起本性空 那因为 我们在缘起法当中呢 我们说他常性不可得 我性不可得 生灭性不可得 从缘起来看 他是这样的 所以缘起法本性空 空是什么呢 其实空呢 也可以再讲空无我 所以无我呢 他灌色了三法印 那刚才提到说 无我呢 他通有为跟无为 所以诸法无我 无我呢 他统一了常跟无常 也就是灌色了 常跟无常 诸行无常呢 是有为法 我们说 诸法 无我 诸法 无我 诸法呢 通有为法 生灭 诸法通 无为法的 不生不灭 所以 诸法 无我 有为法是无我的 无为法也是什么呢 无我的 所以这个 诸法无我的 无我 他就灌色了 这个三法印了 那这里呢 提到说 诸法无我 统一了常 因为 诸行无常 这是常 涅槃即 诸行无常是无常 这是有为法 有为法是无我的 因为诸法无我嘛 那无为法是常 无为法也是什么呢 无我 有为法无为法 都是无我的 所以他就把常跟无常 统一起来了 诸法无我 统一了常跟无常 其实他统一了常跟无常呢 也可以说 他统一了生灭 跟什么呢 不生不灭 好 所以我们说 如果二地并观 当你有圣身的 菩萨的空性的智慧 圣身的菩萨的波罗 波罗蜜 他可以二地并观 他可以观什么呢 生灭即是 不生不灭 烦恼即菩提 他可以这样的一个 二地并观 或是叫做二地平等观 生灭跟不生不灭 他可以二地的平等观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诸行无常 从浅的四项上 可以看到他的生灭 从他的生意 他可以看到他的极灭 差别就在这里 那我们看第十项 这边又提到了 缘起贯色的两端 我们说缘起呢 是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那一个是生灭 一个是什么呢 极灭 缘起呢 你如果能够观察 从生灭当中 观察到他的极灭 生灭即是不生不灭了 常于无常 他就统一起来了 他不会把他打成两边 那所以呢 我们说从缘起的观察 缘起的流转呢 他的因果相生 他是无常的 无明原形形原始 四元明色六路促寿爱曲友 生老死 这是无常的 但是从缓灭的因果极灭来说呢 我们说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灭 那生老死灭 缘起的还灭的因果极灭 即是涅槃 那这个呢 可以从哪里呢 诸法无我性 他从缘起去说明 从缘起去看呢 诸法是无我的 诸法没有一个 死我藏我的 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存在 好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提到的三个法 从缘起开玄三法印 空灌射三法印 然后缘起无我的 这个无我呢 也灌射三法印 无我灌射了 常跟什么呢 无常 我们这边把他 三个把他归类起来 三个归类起来呢 三法印即是一法印 三法印即是什么呢 一时相印 简单这么说啦 就佛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讲三法印 还是一时相印 他是讲三法印 请问一下官三个 赤地官比较容易 还是三个就是一个比较容易 赤地官比较容易嘛 是吗 其实官三个就是一个 好 一开始呢 他是赤地官的 他是有赤地 所以我们说三法印 或是四法印 他是有因果关系的哦 譬如说我们说 无常故什么 无常故苦 无常故苦 苦故怎么样 无我 无我故无我所 你看他有赤地哦 好 那如果你能够观察到 无常跟无我 你就可以达到什么呢 涅槃的极境 他是赤地官的 但是你如果说 官得很熟练的时候 其实 无常苦无我 他是性质有没有相同 一样的 那可不可以观 观空可不可以 我们说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 那可不可以观五蕴接什么 接空 这四个法呢 这四个法叫做 我们如果从这边看 我们说三法印呢 是依有情而说 那其实有情是无常无我空极的 那他跟 这个四圣地 他是有关的 我们说要观察四圣地去向 解脱佛 成佛之后 第一次就说四圣地嘛 那你看三法印呢 诸行无常 诸寿是苦 诸法无我 无常故苦苦故无我 那苦地底下有四个形象 无常苦空无我 那苦地底下 无常是诸行无常 无我呢 是诸法无我 这是苦地哦 那灭地是什么呢 灭地是涅槃极境嘛 那 这个是诸寿是苦 那我们说大圣是观空嘛 照见 五蕴 结空 好 所以呢 他是有他的一个四地性 那其实观察这个 三法印呢 他也跟三解脱门 他是相应的 三解脱门是哪三个呢 无怨 空跟什么呢 无相嘛 那诸行无常 无常呢 这个无常法 一切行无常 说诸寿皆苦 无常容易让我们生起厌礼 原始生厌礼 无常法是苦的 所以我们容易在无常法当中 生起厌礼 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 常常都是先说无常法 由无常法 了知世间是苦而产生厌礼世间 然后了知 我们是因缘合合的无我 知道我们只是因缘合合的无我 然后去向于解脱 好 那 刚才提到说三法印呢 可以搭配三解脱门 那 那诸行无常是搭配 无怨解脱门 那那个 诸法无我是空解脱门 那涅槃极境呢 是 无相解脱门 好 那我们现在提到的三法印即是一法印 他说缘起通两边 我们讲到缘起无我 缘起是生灭的 缘起是极灭的 那生灭跟极灭 生灭跟不生不灭呢 他从无我 他可以把他串联起来 那 因为我们讲到说缘起呢 他是无我的 缘起跟无我串联起来 缘起又通两边 所以缘起的生灭跟缘起的极灭呢 他从缘起无我 这个无我 诸法是无我的 所以 诸行无常 他是无我的 涅槃极境也是无我的 所以 我们从缘起法当中 缘起法的诸行无常是缘起的 诸法无我 他也是缘起的 涅槃极境 他也是缘起的 体悟到缘起的极变 所以 我们说缘起法 他可以同两边 好 那但是主要是 他跟缘起无我 相结合 那第二个呢 是空否定常我 空否定了常跟我 贯穿了涅槃 否定了这两个 贯穿了这一个 集三而一 诸行无常 他否定什么呢 常法 世间有没有常法 没有 但是我们需不希望 世间很多事情是常的 你的生命是常的 你的财富是常的 你的子女是常的 你的一切一切是常的 但是我们又挑战了什么呢 我们又挑战了真理 我们是在眼球的白色 有比较多一点 眼球白色比较多一点 叫做什么呢 白目 叫白目或白内障 好 所以呢 诸行无常 它是什么呢 否定常 这个空呢 它是否定常的 空是否定我的 因为 诸行无常 否定常 我们说 常性不可得 世间 的一切事物 常性是不可得 常性既然是不可得 不可得是有 还是空 不可得是空 诸法无我呢 它否定什么呢 否定我 也就是世间法 有没有一个我性 有没有一个我法 没有 它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性不可得 我是不可得的 所以不可得是有 还是空呢 它是空 涅槃即进 涅槃即是空得一名 我们讲得到涅槃 观空正空 观空正到空 也可以说正到涅槃 涅槃是空的一名 我们没有观空的智慧 我们没有涅槃的智慧 那涅槃是不生不灭 所以呢 生灭性是不可得的 如果生灭性可得 它就永远的生 永远的灭 世间有哪个东西是永远的生 永远的灭 没有 没有实质性的生 也没有实质性的灭 所以它叫不生不灭 所以它的生灭性可不可得 不可得 生灭性是不可得的 所以呢 不可得也叫做什么呢 空 所以空 这边空 空呢 否定了常我 贯穿了涅槃 好 所以呢 三法印 即是一死相印 三法印 从空来讲 它贯穿了三法印 缘起呢 贯穿了三法印 好 我们再看无我 刚才也提到说 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无我呢 我们说一切法 分为两大类 有为法跟什么 无为法 两大类 两大类都是无我 如果有我的话 我们就是因为有我值嘛 我呢 分为两类 不得切罗我值 还有撒迦也见的我值 那因为我们有我值 所以我们在轮回 那 诸法无我的这个真理呢 一切法通有为跟无为 那有为法呢 它是诸行无常 它是唯有为 注意了 诸行无常是唯有为 涅槃极尽是什么呢 无为 我们说那个无为法有 如果说据色论有三个 虚空折灭非折灭 那个折灭就是折灭涅槃 那 涅槃是无为的 那谁去贯通有为跟无为呢 谁 诸法无我 因为那个诸法是通有为跟什么 无为 这个无我的诸法 无我的诸法通有为跟无为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诸法无我是有这个 横挂这两边的 它是通有为跟无为 那诸法既然是无我 所以它就把这两个串联在一起了 有为法是生灭 无常生灭 无为法是涅槃的不生不灭 诸法无我通两边 它把生灭跟不生不灭呢 就把它连结起来 同意起来 所以呢 集三 而一 集三而一 它用什么 来融灌呢 用无我 所以我们这边有三个法 第一个缘起 它通两边 从空 它也怎么样 通两边 融色三法印 从无我呢 这边也通两边 也融色三法印 如果 所以呢 我们要体悟缘起 体悟空 体悟什么呢 无我 也可以说 我们要体悟三种真理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跟涅槃极境 那在三法印的体悟 要误入这三法印呢 这边有三个学派的说法 因为我们要正入这三种真理嘛 那这三种呢 第一个呢 是在部派里面的 所以切有部 它讲到的 见献官 大众部呢 是顿献官 大胜空中呢 是通达 无自信 的空 无自信空 那 见献官呢 就是见四地的得道 苦地跟灭地 就是这里 这里 好 我们说 苦地底下有四个形象 无常 苦 空 无我 诸行无常 诸寿是苦 这个诸法无我 好 它是赤地的 去宪官 赤地官 赤地官呢 见四圣地得道 那它这边 以两个地来说明 两个地来说明 从诸行无常 进入诸法 无我 体悟 极灭涅槃 第一个先苦地 好 因为三法印 第一个是什么呢 无常 无常是苦地底下的一个形象 苦地底下有四个形象 无常 苦 空 无我 那 有部的观察方式呢 要转凡入圣呢 他先体悟苦地当中 流变的诸行无常 好 这是第一个 还有什么呢 即没有作者 没有受者 的我 这个我呢 是一个假我 没有识作者 没有识受者的 这样的一个假我 这个诸法无我 你要体悟的 诸行无常 你要体悟的 这是第二个 从诸行无常 苦地的诸行无常 体悟到苦地的无我 诸法无我 然后进入到灭地 后通打 这不是先吗 这是后 后通打灭地的不生不灭 如果你能够体悟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那你就能够通打不生不灭的 极灭涅槃 他的赤地观法是 先诸行无常 后诸法无我 得到灭盘 所以在阿汉经里面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 无常 无常 故苦 苦 故 无我 无我 故无我所 如果能够体悟无常 跟无我 就能够得到 灭盘 这样的一个赤地 不过 刚才提到 无常 故 苦 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针对有情而说 无情悟呢 就不是无常 故 苦的 比如说 这支笔 是不是无常 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说 无常 故苦 所以 这支笔 很怎么样 很苦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无常 故苦 是针对有情而说的 无常 故苦 苦 故 无我 无我 故 无我所 好 那 其实 在经典里面 也讲到 无常 故 空 就是 空相应 缘起 阿汉经的 空相应 缘起 其实 从缘起 你要体悟到 它的毕竟空性 所以 空诸行 空诸行 就是空一切 所以空 它是可以跟缘起 结合在一起 缘起 本空 缘起 性空 因缘有 这个毕竟空 那 但是在有部的观察 它是见观的 也就是 从苦地 观极地 观灭地 观道地 这是有部的观 观法 那第二个呢 是大众部 它是顿线观 顿线观 它是 灭地得道 有部是 见四圣地 见次的观察 四个 那他 关灭地得道 我们看他 怎么关三法印 他先 正观 诸行无常 跟诸法无我 先观 这两个 法印 但是 还没有 领悟到 真理 也就还没有 证到 真理 然后呢 之后呢 顿 我们说 它是顿线观 顿悟 灭地 得道 我们 提悟到 灭地的 即灭涅槃 或是 见空 得道 好 他提悟到 毕竟空性 那这也有 两个小小 不同的 说法 他说 见灭地 即见真实 见到灭地 这一地呢 就见到 诸法的实相了 第二个呢 见灭慧真 就见到灭地之后呢 可以去向于 这个真理 有这样的一个 还有两个小小的 不同 三法印的误入 第一个 有部是 见世帝得道 苦即灭道 见世观 第二个 见 灭地得道 第三个呢 这是大圣 这是二圣法 二圣法的 三法印的误入 那 大圣呢 是通达 无自信空 这个空的意义 就是无自信 空的意义 就是无自信 自信是什么呢 自己如此 本来如此 永远如此 世间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法 是自己如此 本来如此 永远如此的自信呢 没有 所以 世间的法 没有自信 一切法无自信 诸法无自信 世间的这些法 都是没有自信的 诸法无自信 缘起无自信 缘起的法 是无自信的 缘起无自信 诸法必尽空 那 我们要通达 缘起无自信 诸法必尽空 无自信空 所以诸法 它是跟 这个空信是相应的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常信不可得 我信不可得 生灭信不可得 都是什么呢 都是空 那 这里呢 提到了 这个通达 这个空信 这是大圣的空中 它是立根者 它从诸行无常当中 提悟到 常信 可不可得 有没有一个常信可得 不可得 不可得是有还是空 不可得是空 常信不可得 它不是有 它是空的 好 不可得即空 诸法无我是什么呢 我信不可得 不可得即是空 我信是不可得的 它也是 不可得也是空 涅槃即尽 涅槃即尽是 生灭信不可得 不可得 也即是空 所以呢 我们从诸行无常 提悟到 它的必尽空信 从诸法无我 提悟到 它的必尽空信 从涅槃即尽 提悟到 它的必尽空信 在三法印当中 通达无知性空 这是大圣的观法 这个空 是当体即空 原期有必尽空 当体即空 所以呢 一空一切空 一空一切空 那我们是什么呢 一有 一切有 所以我们都在有中 所以我们都在三有当中 我们既然那么喜欢有 就让你继续怎么样 继续有 有什么 有轮回 有轮回比较好还是空轮回 我们要把轮回空掉 我们什么都要 我们又要 这个又要怎么样 那个 我们又要闽 又要立 我们常常 又要闽 又要立 又要修行 有人问说 我又舍不掉这个 然后我又要修行 那我怎么办 我还很想问你 你怎么办 我们又舍不下世间 我们又要什么呢 我们又要出世间 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 我们又挑战了什么 我们又挑战了真理 我们又挑战了诸情无常 我们又挑战了诸法无我 我们又挑战了涅槃极境 我们实在很喜欢挑战什么呢 真理 好 所以我们要改变 好 这个是三法院的误入 从见线观 对线观 还有通达无自信空 那这个通达无自信空呢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说明当中 世间是没有不变性的 世间是没有独存性的 世间是没有实有性的 诸情无常诸法无我 涅槃极境 常性不可得极空 我性不可得极空 生灭境不可得极空 这个空不是想出来的 这个空不是跟缘起没有相关的 我们在缘起法当中 去体悟到必经空 这个空不是断灭空 这个空呢 是从缘起的体悟当中 去了知缘起的生灭 诸法的诸法无我 涅槃的不生不灭 好 所以在三法院的误入当中 大圣空中呢 它是跟空性相应的 那生文跟大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生文者重无常形 大圣呢是重圣意 也就是大圣呢重于空性的观察 生文为什么重无常形呢 其实无常形呢 它容易生起厌离 因为无常故苦嘛 苦我们是容易去厌离嘛 它是容易发现的 发现世间无常 世间这么苦 我们要赶快厌离 厌离它就会生起什么呢 生起什么心 处离心 无常故苦 从苦当中提悟到的无我 好 所以呢 生文重无常形 朱形无常 无常是生灭的 它是缘起生灭 大圣是重圣意 涅槃极离 不生不灭的 这个缘起本空 缘起法的必尽空 它的缘起极灭 那这个偏重说呢 生文重无常形 大圣呢重圣意的 这个涅槃极禁 那我们这边最后呢 把三法印它的差别跟统一 也就是说 我们看起来三法印呢 又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三法印呢 又是一法印 又是一样的 一样跟不一样呢 在哪里呢 无常 无我 涅槃 从世相的法相说明 朱形是无常 朱法是无我 涅槃是极禁 是可以差别不同的 因为从三个面相 去说明法相 它的统一 它的一样 朱形无常的无常性 朱法无我的无我性 涅槃极禁的无生性 都是同一空性 这是同的 所以呢 我们说三法印 即是一时相应 在佛法的修学当中 我们要知道它的次第性 三法印的 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无我故无我所 体悟到无常无我 去入于涅槃 这是一个次第性 无常故空 无我故空 涅槃故空 集三合一 知道集三合一 其实也知道它的次第性 它是不相妨碍的 那在法相的说明呢 它是多元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 存在的 存在的就是缘起的 那缘起的存在 必定是无我的 也必定是无常的 也是空极的 所以呢 我们讲到缘起 性空 性空缘起 通达的三法印 它贯通了什么呢 它贯通了动的 朱形无常 贯通了近的 涅槃极境 它贯通了常的 朱形无常 它贯通了 常的涅槃极境 也贯通了变 这个朱形无常 这个朱形无常 所以呢 空贯通了动静 贯通了常变 集三合一 法相的说明呢 其实是彼此相关 大家要去 互相的去融贯 当然这是 立根者呢 它能够如是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 它彼此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我们讲到缘起 我们必须跟 很多法相做连结 缘起是无常 缘起是无我 缘起是本性空极 缘起呢 它是无自性 缘起呢 是极空 极甲 极中 三法印也是如此 这个 缘起也开显了三法印 空呢 也贯色了三法印 无我呢 它也贯色了三法印 统一了常跟无常 那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在佛典当中的 三种真理 三法印 那三法印呢 我们大圣呢 也把它融色为 一时相应 那内容非常的重要 它是解脱的 它的一个钥匙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上到这里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 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 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 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 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祢念着罪灭和沙 譬如灵丹之妙 遥了百病已眷处 若已恳切之诚心 无求而不应 作为道明明大夜中 三宝未登座 滔滔苦海内三宝未走行 焰焰火灾中三宝未遇征 有时悉心仰望 当秋初诗之音 密誉宣扬 密语宣扬 定第超繁之 三宝公的南京省阳 养老做生子以后 养老做生子以后 佛陀一两做尊 三全愿欢得去天愣 好一分别 樊屑石安亚佛 非骨 band 汤 band 他是佛 宗真皆可言之悲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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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的余国 自信心里 大慕与与与尊 保证到约翰中写起 与其安亚和 欢迎传动物 祖师弘弦则谈则上处 才是奔断见五脚临重许 为神军楼丢荡面 凉与尊阳和 主人真敢如 若归也能消灭 消灭而归骨 自信心里 曾经总统尊 若归也能消灭而归生 为神的安亚和 凤八十六 地消灯上远处 见见处 这身佛罪 从头再行为 博下祈求法律 上边安亚和 独隐相恨处